开车史上最快的人力自行车 仅需要躺着就能骑出144公里时速 它的造型看起来就像一个导弹 骑手只需半躺在里面 看着前方的小屏幕 起步时让人助推一下 然后用力蹬腿就能达到144的时速 这个速度足以超越很多小汽车 要做到如此的速度 其实并不容易 为了降低骑行风阻 它采用了流线型车身设计 就连挡风玻璃都没有 而是在车子的顶部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用来勘察前方的路况 车子的外壳全部由碳纤维制作而成 大大的降低了车子的重量 整体车身仅为20.4千克 这样的自行车除了废腿以外 那你知道它还有什么缺点吗